民進黨有沒有經濟發展的能力 事實上是有的 過去從2000年到2007年 我們在很多的指標上面 通通呈現成長的狀況 國民黨說 後來這個經濟金融不景氣啊 那國民黨做了些什麼事情 讓台灣的這個經濟成長真的變好了呢 今天房市的無限次擴大 成為所有年輕人的夢魅 其實房價回到一個適度的點 難道不是一個正常的狀況嗎 許家欽一句話就好 國民黨放任泡沫 我覺得很嚴重 但是民進黨呢 把公股直接送給財團 更嚴重